一大片西瓜田和洋香瓜 受到碳粒台风和豪大雨侵袭 全部泡在水里面 让种植农民相当心疼 球星长关心农业受损灾情 在新丰香长徐茂干 和农业处长范国全点人陪同下 前往视察新丰香西瓜和洋香瓜的受灾情况 新丰香西瓜和洋香瓜栽种面积 占全线7到8成 分散在浦河村 后湖村 新浦村 瑞兴村 新丰村等地 每年6月到10月为生产期 受到6月份的豪雨及泰力台风 造成新竹县超过3000万元的农损 有关农民各方面的那些政治补助问题 我请乡公所 市乡长报到我们县府来 我们专案的方式报到农委会 农粮署 来专案请求我们给老百姓一个 头上的一个帮忙 让他能够补贴一点成果 看到农民心血全泡汤 秋新兰当场指示县府农业处 要用最快时间以专案争取向中央救助 我们现在关心我们的农业 农业是靠天吃饭的 农业处依照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 向农委会专案申请现金救助 县内救助额度为 西瓜每公顷6万元 羊香瓜及香瓜每公顷7万5千元 县府以最快速度向中央争取补助 协助农民将损失降到最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